得了肾炎怎么治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陈昭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肾病内科主治医师 经过肾川寺活检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肾小球肾炎 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病理诊断的划分 在这样不同的病理诊断之下 我们会给我们的患者提供不同的诊疗方案 比较轻的肾小球肾炎 我们可以应用一些保护肾脏 降低尿蛋白的降压药物 和延缓肾脏兼质纤维化的中程药物 来保守治疗 那么如果这个肾小球肾炎的疾病比较严重 病损范围较大 病损程度较重的时候呢 我们会应用免疫之剂 那么大家可能比较常听的 就是激素啊这一类药物 所以说肾小球肾炎的治疗 它是与它的临床表现 与它的实验室检查 和它的病理改变是密切相关的 是这样的 也不一样 我 啊 혹시 你们